就是說因為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之前先辦了演唱會 然後又辦了姐妹會 哇 唱唱跳跳啦 然後呢 被這個吳子佳也說 哇 這個是綜藝化嘛 小丑化 定型化的這個 不利於總統大選 但他沒有在怕 我開始炮轟執政黨 民進黨被罵到臭頭 什麼都罵 等一下 剛剛 重批民進黨 哇 關鍵時刻啊 這個2024是未來啊 等等等等的啊 過去我們是世小龍啊 如今暗淡無光啊 然後哇 這個南部很慘啊 等等等等屁股 然後還罵民進黨是詐騙黨 對 台灣真的爛成這樣嗎 欸 他不只罵民進黨 罵民進黨沒關係啊 大家都可以罵啦 但是你唱衰台積電 唱衰台灣 大家就看不下去了嘛 7月21號的時候 柯文哲怎麼講 他講 我原文quote喔 導播我們看到這裡 為什麼台積電自己會移工廠 到美國的Arizona 移到日本九州 移到德國 因為這地方還是風險太大了 如果連台積電都在跑 那我們其他產業出口市場在哪裡 何居何從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題目 這就是標準的認為台積電 更不會留在台灣 台積電想跑 台積電認為在台灣風險太大了 結果柯文哲講了這話之後呢 短短的一個月時間 接連被兩個重量級人士打臉 第一個呢 是前幾天呢 魏哲家出席一個重要活動的時候呢 他講說我們台積電要設一個 全球研發中心 7000個員工進駐 這證明了 台積電跟會留在台灣 首先打臉的柯文哲 跟不留在台灣的論述 為什麼我講跟你留在台灣 魏哲家不是亂講的耶 他出來講說 全球研發中心在台灣 一直還講說 這個研發中心 我們至少用20年 20年這樣就是很具體了嘛 所以如果你研發中心 沒有留在台灣 在其他地方 在台灣就代表 很重要的意義嘛 第二個 重磅級人士 Morris Zhang 張宗謀 他出來接受 紐約時報專訪 講了幾個重點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是呢 他講他54歲中年創業的故事 先講喔 他講他離開美國 搬到台灣 在台灣創立 台積電的故事 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台積電傳奇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一點 我們觀眾朋友 網友們 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個張宗謀自傳上集 他在講他1931年 到1964年的故事 這一本書是 小弟在下我呢 國中跟高中階段 必看的書 就是張宗謀自傳的上集 他基本上是在講他 離開中國到香港到美國 在德意上班的過程 可是其實喔 大家網友都在敲碗 就是張宗謀自傳的下集 什麼時候會出 這很關鍵 他接受紐時專訪 講他54歲中年創業喔 另外也搭配 其實有相關的新聞也出來的 張宗謀現在真的在著手寫他的 張宗謀自傳的下集 就要寫台積電的故事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喔 應該在近年很快的時間 張宗謀自傳的下集 就會跟大家見面了 好 那第二個重點呢 中國半保體沒有任何機會領先 這很關鍵喔 中國半保體沒有任何機會領先 首先喔 大家要再質疑說 那中國現在投注這麼多資金在半導體 會不會贏 張宗謀的看法是不會 認為機率不大 因為我們掌握所有的 關鍵要道 就是checkpoint 那這關鍵要道 這checkpoint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因為我們所有的聚落都在台灣 而且我們關鍵技術在我們的手上 那我們除了美國還有其他的盟友啊 荷蘭啊 日本啊南韓啊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封鎖中國 反過來封鎖中國 他們是無能為力的 最後一個是台積電是全球科技業的領袖啦 就是說張宗謀也點出了 現在很多人講說 欸到底台積電是不是系頓 到底中國有沒有可能打台灣 他講出他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是可以參考 第一個 入侵台灣造成封鎖的狀況低 他不敢說沒有 但是低 但是呢 他還是很想避免這種狀況嘛 然後他認為說 當然我們有面臨地緣政治的挑戰 雖然如此 但我確信我們取得技術領先的地位 我不會認為我們會失去他 好 我簡單總結一下 張宗謀跟魏哲家講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台積電跟流在台灣 第二個 中國沒有機會領先我們 第三個 台積電是全球相關企業的領袖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 佩姐 關鍵是 因為現在柯文哲等人啊 常常講說 台積電現在到美國去投資啊 Arizona等等的投資啊 代表說我們要離開了 台積電要走了 這兩個重要的企業領袖 跟大家講的宣誓 這是宣誓意義嘛 第二個我要跟觀眾朋友講 真正商場上的關鍵啊 柯文哲就不懂嘛 台積電為什麼要去美國設廠 美國給了台積電都要補助 美國簽了光是晶片法案 要給500多億的美金 給全世界各國 如果去美國設相關的晶片的廠商 他們去投注去投資 第二個 Arizona 因為我前陣子剛去Arizona 我有去 你知道當地的州政府啊 是清租一整塊地 一個特區 給台積電進駐 甚至旁邊要發展商城 旁邊要發展住宅區 他要用台積電帶動區域發展 跟三四十年前 俄羅斯宗納去招商IBM一樣 我去當地跟當地人聊 當年IBM就是這樣招商過來的啊 兩個剛好在不同區 一個在西北 一個在東南 可是這樣子做 對台灣造什麼影響 對台積電造什麼影響 總共我們在美國 所投資的台積電的比例 4% 占整個產能的 也就只有4% 所以占整個總的比例很低嘛 你就算看產量 產能 產值 都還是以台灣為中心 那如果看未來 魏哲家講的嘛 全球研發中心的要信用來嘛 7000個員工 重要研發人才 都留在台灣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因為老師都有在講 其實這個Maurice 講過好幾次了 但是他都不肯聽 他就不斷地用一些謠言 用一些標籤話 用一些錯誤的資訊 一直貼名長標籤 一直貼一直貼一直貼 財政機率很爛 一直現在 台積電要跑了 貼一次不夠 貼兩次貼三次 貼久了有用耶 因為講話 假話講多了變真理嘛 謊話說久了自己也相信嘛 柯文哲就是這樣子做 所以 基本上就是謊話了 我就是不斷地澄清 那我覺得張中文也出來講了 大家就是相信嘛 相信你要接著 就說了